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是2020年的8月13号 8月12号 中午12点,是刚起床了 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对赌场的看法 包括韩国的赌场啦 塞班岛的赌场啦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啦 等等等等吧 也是去过这么几个赌场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赌博和赌场方面 我的经验和我的看法 首先说一下第一次接触的赌场 是韩国的 韩国大丘的一个酒店 当时是送我的爸爸妈妈过来 那个活动叫校道观光 就是我妻子在这读书的过程中 然后可以邀请父母 过来上韩国玩一圈 玩的同时呢 做一个身体全面检查 然后整个的费用在大概三四千块钱人民币 也很便宜 这个一个人 然后当时也邀请了我的爸爸妈妈过来了 然后也邀请了我妻子的爸爸妈妈过来了 然后我妻子爸爸妈妈是检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是在中国有干农活嘛 长时间干的那个农活 结果身体还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结果我的爸妈就是做那个胃镜肠镜里面 就有那个膝肉 这膝肉以后长大了 就会变成矮变吗 或者怎么样的 就很很吓人 然后他这个技术挺好的 在睡眠中就做这个胃镜和肠镜了 然后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 还没有痛苦 然后这个胃镜长镜 直接带这个功能 就把这个膝肉给嘎掉了 所以这就去除隐患嘛 在韩国很多人会几年做一次 就是三十几岁以上的这样的人 就几年做一次 把身体里这个膝肉 这个癌变的隐患就给去掉了 这个挺好的 然后这个我父亲醒了之后呢 就是做完了之后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然后迷迷糊糊的 开始还没什么事 后来说 哎呀 给我爸爸切掉了三个膝肉的 还挺多的呢 这一下子知道自己切掉了 就不行了 害怕了 然后一下就站不住了 然后坐在沙发上 躺在沙发上 然后就是最后大夫请他 吃了一顿那个医院的午饭 这才好一点 然后这个这次笑道观光呢 我们就去了大丘 因为这个身体检查是在大丘 大丘是韩国的 应该是第三大城市 还是第二大城 第三大城市吧 在韩国的中部偏南的地方 也是这回疫情挺挺严重的地方 然后大丘就有一个赌场 是他们那个笑道观光 安排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酒店的一楼是一个赌场 非常非常小 就几张几张桌子 百家乐啦 轮盘啦 非常非常少 然后赌场也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玩的人都没有 至少大厅里没有 我们就在里边逛了一圈 就就结束了 我们也没有玩 因为爷爷奶奶在嘛 我们也没有玩 然后之后呢 再去的赌场 就是韩国仁川这边的赌场 还有首尔这边的赌场 因为我去刷货嘛 就是去免税店买货 我会带着几个中国人 三四个嘛 然后我开车带着他们 去跑首尔几个大型的免税店 有乐天啦 乐天一共就三个店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乐天的禅室店 乐天的总店 还有乐天的coax店 其中那个coax店是在那个江南嘛 它那个店的同一个建筑物的地上二层 它就是那个七星 韩国的七星赌场 七星赌场有两个 在那个明洞有一个 然后在江南的那个coax里面有一个 以前是谁代言的 是那个李敏昊代言的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继承者们 挺帅的一个韩国男明星 他代言的 但是整个这个规模也是算比较小啊 虽然比大邱的规模大 然后就 我们因为总去 几乎天天都要去 去了之后呢 这个赌场当时有一个福利 它是可以免费吃饭的 一天可以免费吃三顿饭 只要你有它的这个会员卡就可以 你都不用玩 只要有它会员卡就可以 然后我们想免费吃饭挺好 根本就没有时间吃饭 而且我正常来说还得管这帮 就是我雇的这些 这些叫蜜蜂啊 还是代工啊 帮我刷货的人 我正常也要管他们吃饭 所以这样免费供饭多好啊 然后就在每天就是买完了所有货 大概九点之后的时候 反正是一个楼嘛 我就给他们带到赌场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每一个新人办卡 就是他不是会员 然后办一张会员卡的话 还给大概好几万块钱 五万块钱左右 七万块钱左右 这个带金券 这七万块钱可能是 有五万块钱你可以去 去轮盘上面或者说 赌大小的那个上面玩一把 它是不能直接换钱的 你要是这把输了的话 你这个券就没有了 你要是这把赢了的话 那你这个券就会变成现金 也就是说你赢了不翻倍 然后输了就没有了 直接换钱是不可以的 就是鼓励你玩一下 然后期待你上瘾的这个感觉 然后七星赌场呢 几乎是天天去 主要目的是吃饭 有时间呢 就我办不了新卡呀 但是他们能办新卡 那我就 他们都没玩过 我就教他们玩两把 然后有的赢了就挺高兴的 我正常一天给他们十万块钱的工资 就帮我买货这一天 那他们有时候能赢个三四万块钱 也挺高兴的 有一对夫妻 他拿一万块钱的那个 老虎鸡的那个券 一把就赢到了76万 然后当时这76万 还给我们几个人分了 我大概还分到了十几万 还是二十几万的 也非常的开心 这一对夫妻还非常讲究 然后 这是赢的最多的一次了 那大部分都是输没了 这个卷大部分都输没了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妻子觉得他能赢 他觉得他比较会算 他有办法赢 当时玩的是那个 那叫什么Blackjack 那叫21点 游戏的方式就是发你几张牌 然后你越接近21点 你就是赢了 然后你要是超过21点 就爆了 就炸了 就输了 你要是离21点比较远 那也输了 是庄家跟那个 跟那个客户博弈的 就是所有的那个赌家 赌的人是一伙的 庄家自己是一伙的 这样 打配合的这种 我妻子觉得他挺厉害 他确实也挺厉害 之前几次我们大家都输 就他自己赢 他一个人赢的 能覆盖到我们所有输的 就是比我们所有输的 加起来都要多 那我们就觉得他厉害 确实厉害 有运气 那个时候是也让跟着压 当时去的是华克山庄 华克山庄就比较大了 华克山庄大到 就是说 人也非常多 然后地点也非常好 然后 给他那个免费的什么饮料了 免费的那个饭呢 也非常高级 是自住的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呢 上演了之后 我们最最长的时间 是玩了一宿 玩了一宿 然后 可能也是少赢了一点吧 然后玩到了早上五点 还想玩呢 那个时候 到了早上五点 然后 我就跟我妻子在车里睡觉 那时候连我妈都玩了 整整一宿 但是有时候输 有时候赢 就是也没有太大感觉 一宿很快就过去了 而且挺上瘾的 然后就在那个车里 睡了几个小时 然后好像又回去玩了 然后就是 玩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我们住大田嘛 我们在开车回大田的过程中 马上就要上高速了 都开了能有将近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了 然后妻子又兴奋了 说要我们再回去吧 再回去玩吧 我觉得能赢 就那时候有信心 他觉得他怎么都能赢 能一直赢 后来还想 我们开玩笑说 那还上什么班啊 那还 干什么工作还挺累的 挣得还少 那就在这赢钱 多好啊 然后后来就 就输了一两次 就怎么都赢不了 运气也不在 然后觉得自己实力 确实也没有 也不会 然后就输了几次 每次也就输个十几二十万 我们的这个玩法和打法 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带这些钱 比如说我下车的时候 我就带十万或者二十万 输了了 我肯定走 然后赢个十万二十万 定个标准 赢够了也肯定走 绝对不回车上取钱 这点能比较止损吧 不至于说 一冲动就输很多 然后后来 仁川就开了这个新赌场 是叫华 那个那个 Peladas 天堂赌场 这是一个度假村 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高级 我们在这个赌场 去的非常多 因为他给的这个福利 特别好 因为他新开的嘛 新开的 他给福利是 当时一天就给这个 新办的给七万块钱券 然后 每天都给那个一个张 一个张是值5000韩币 然后每天你玩 玩一会儿 上桌玩一会儿 他就给你三万韩币的 报这个打车费 然后还有这个积分 一天的至少一个人 就给三万呗 然后加上张就给四万 或者是五万 然后四万吧 就算四万块钱吧 一共一个人 我们人比较多啊 我们比如说 我们三个人 我和我妻子 还有我母亲 开车就去那个赌场了 然后我们是早上 四五点钟去 因为他 他的一天不是晚上十二点算 他是早上六点算 那我们四五点去 四五点 就是在六点之前 我们玩算一天 就一个人挣四万 那在六点之后 一个人还能挣四万 那一个人就是八万 三八就是二十四万 就跑一趟的话 也挺值的 那二十四万不少钱呢 那就和大概 1500块钱人民币呢 干啥能 1500块钱人民币啊 然后一人还吃顿饭 然后有的时候 还拿走点水果 我妈拿走点水果什么的 也挺高兴 然后就几乎一两天去一次 半夜去 睡睡觉 就订个闹钟起来 就去了 当时坚持了 能有半年的时间 这个活动在的时候 那时候生意不好 还是萨德呀 还是怎么样的 生意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就一直去 那当时有个问题 就带孩子嘛 那个我们孩子很小 在一岁多刚会走路 那就孩子进不去 进不去赌场的 这是外国人赌场 我去的都是外国人赌场 韩国人不让进 必须你得有护照 证明你是外国人 才让进 然后就其中一个人 负责在外面带孩子 在那个五星酒店里的 各种走廊大厅里面 学走路 然后孩子跑 我们就跟着转 然后其他两个人进去玩 把这个积分凑够了 再来换这个人进去 然后吃饭吃的也挺好的 因为它是五星酒店的 那个餐饮嘛 也挺好的 挺高级的 然后这个收入还挺高的 我们算了一下 就光去赌场就这么跑 因为我们几乎是玩的非常小 没输没赢的 基本上对压 什么叫对压呢 就是有红黑嘛 比如说那个轮盘红黑 那我就红也压 我就黑也压 就这么干 好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